据美国时代周刊19日报道 在该杂志2022年度10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中 读者投票选出了他们认为有资格登上这个榜单的人 在超过330万张的读者投票中 斯莲斯基以5%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报道称 百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最终将由时代周刊编辑选定 于5月23日正式公布 文章称今年2月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乎克兰 与2019年当选乎克兰总统之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喜剧演员 斯莲斯基被推上世界舞台 呼吁各国领导人支持乎克兰 你知道他们在看着 斯莲斯基在4月份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 曾谈到自己在战事中的角色 你是一个象征 你需要采取国家元首必须采取的行动 排名第二的是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得票率为3.5% 报道介绍说 马斯克因其440亿美元推特收购案 引发巨大关注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以3.4%的得票率 位居第三 报道提到 今年早些时候 英国首相约翰逊 因派对门被警方罚款 他也成为英国首位 因违法而受到处罚的在任首相 报道称 紧随约翰逊之后的 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 得票率为3.2% 他们对当前抗击新冠疫情而言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拜登以3.1%的得票率 位置第五 时代周刊的评选引发关注 一些人对泽连斯基获得最高投票率表示认同 干得漂亮 我们所有乌克兰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我们的国家 但另一些人表示质疑 显然 为了打击普京 一切实际和宣传措施已起头并进 跟欧洲歌唱大赛一样的同请票 乌克兰音乐团当地时间5月14日晚 赢得了在意大利都灵举办的2022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随后泽连斯基迅速发文 祝贺乌克兰的胜利 我们的音乐征服了欧洲 然而这场比赛的争议不止于此 5月15日 乌克兰文化与信息部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平台向立陶宛 波兰民众发文表示 在欧洲歌唱大赛上 来自乌克兰的评委 给你们两个选手打了0分 这是耻辱 乌克兰人给你们打12分 在这条之前推文背后 是一场带动了全欧洲各国访民的争论